前列腺癌的早期病变 其实和前列腺癌的表现差不多 男性的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到前列腺癌也看到有的很小 二十多岁前列腺癌 那么其实它的表现并不明显 但是它一发现以后就是很广泛 很晚期 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前列腺癌的发生 其实比国外比欧美来说还是要少 但是最近这几年也不少了 那么前列腺癌早期的症状 和前列腺癌 比如说尿瓶啊 排尿困难啊 有时候小便的时候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其实别的反应 别的表现不太明显 那么晚期呢 前列腺癌大部分不是尿道尿漏的问题 往往是其他地方 比如说前列腺癌骨转移 引起来疼痛 我们经常连上看到 有的人是因为疼痛来了 然后一查呢 骨骼上有好多转移照 再查呢 就是前列腺癌 那么这个就是要引起一些人 就是说大概70岁以后的前列腺癌 发生率很高 就是年龙在五六十以后呢 就是要经常做一些体检